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就排到一個動議的辯論議案 就是要求政府去檢視規劃標準與準則 這個規劃標準與準則是什麼呢 我最主要關注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車位不足的問題 近年來汽車的數量不斷增加 現在找吃車也好私家車也好 周時找不到泊位 甚至乎晚上回到家附近 看到路邊泊滿了車 尤其是大型貨車 為什麼呢 因為同區裡面通常都是沒有車位給他們 你說他們違拍又對 但是你說他們沒有這樣的適當設施給他們用 也都對 所以我們希望政府去檢視它的規劃標準準則 將車位納入他們要關注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我是關注的就是街市的問題 近年我們經常說領展、獨大 甚至乎它是壟斷市場 就是因為政府在規劃標準準則裡面 前幾年刪除了公共街市的興建 令到無需要再在一些新發展區裡面去興建街市 我希望政府檢視一下公營街市的興建 包括在一些新區裡面、舊區裡面要興建哪些街市 我們希望政府是可以將這件事納入去規劃標準準則 第三個關注的問題就是康體民喻設施 隨著我們香港年紀 即是老齡化的問題越來越嚴重的話 我們是需要有更多的社區設施 所以也藉著這段影片呼籲各位朋友 如果你就規劃標準準則 有任何意見或者建議 有些很實質的例子的話 歡迎跟我們提 同時間也都呼籲各位專業的人士 如果你有任何意見 或者是就規劃標準準則問題 有些真知卓見 也都不妨向我們提出 讓我們的議案是討論得更加有意義 好嗎? 在這裡先多謝各位的意見